Hello 大家好 上一集跟大家介紹了 directed number 的加減 今集我們會跟大家介紹 directed number 的乘除 上一課跟大家介紹的加減 有一個法則 正正得正 正負得負 負正得負 負負得正 另一個口訣就是 兩個符號 二合一同加二減 跟大粒 如果忘記了 麻煩大家和我看上一段影片 記得加減 接著我們再下乘除 乘除很簡單 乘除我們會用 頭一句 兩個符號二合一 為甚麼 第二句口訣同加二減 只是加減 所以乘除 我們就只用二合一 這個法則就可以了 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譬如說 假設正二乘以正三 其實這個等於 大家同學小學 都是學過等於二乘三 三乘二就是六 二乘三是六 其實它的正六為甚麼呢 這個正號 這個正號 其實原來 乘除和除有一個特異功能 就是它可以給正乎號出來 它把這個正號給了出來 這個正號給了出來 正正二合一就會得正 所以正二乘乘三等於正六 給大家看第二個例子 譬如說正二乘以負四 好 首先我們先處理數字 數字又是二乘四 二乘四是八 正負號怎樣處理呢 成號有個特異功能 就是吸了正號和負號出來 正負得負 結果就是負八 第三個例子 譬如說正三乘以負三乘以負五 好 首先數字成 三乘五是十五 好了 這個是負 這個是正 因爲成好 所以吸了出來負正得負 所以這個答案是負十五 好了 到最後這個了 譬如說負四乘以負二 好 這個如果同學明白我的法則的話 四乘以負八 這個負號 這個負號負負得正 這個答案就是正八 這個就是成的做法 其實除都是一樣的 我亦都給幾個例子同學看看 譬如說如果我是負四 隨以 正二 這個也是除好 這個看到除好 它有個特異功能 可以吸了負號 吸了正號出來 負正就得負 不過後面這個做除要小心 這個是四除二 四除二是二 OK 這個是第一個 好了 給多一個同學看看 譬如說 負四除十 這個五除十 很多同學都有個很直接的想法 就是 五除十等於二 記住 五除十 其實 即是五 over 十 五 over 十 即是 是 二分之一 所以結果這個就是負二分之一 同學這個記得要小心 好了 譬如說 給多一個負四 除以負三 這個又如何處理 都是一樣負 負 就會得正 負負得正 好了 這個四除三 有些同學就會 四除三就除不進 那怎麼辦 如果上到中學的話 除不進的數不要緊 大家可以用份數的形式表示 就變成正四 over 三 記住不要調轉 前面那個數字在份子 後面那個數字在份母 四 over 三 千萬不要寫錯了三 over 四 這個是錯的 好 成除 其實主要是這個法則就可以了 所以同學做成除 應該會舒暢一些 開心一些 好 又是了 給幾個 題目大家試一試看看 是否做得到 舉個例子 大家可以試一下 第一題 難一點 開始給少少少 進階同學看看 給少少少時間同學大家 看看做完幾題 待會我就會給答案同學對一對 給少少時間來做一下 我現在就寫答案出來了 我現在寫答案出來了 第四题同学留意 首先我们是正负得负 数字是三除以二分之一 如果不是太掌握这个除份数的概念 同学可以记住除变成后面的分子分母颠倒 即是二分之一 我们变成一分之二 那就可以除变成分子分母颠倒就处理了 三乘二就是六 分母是一所以我们不写 这个结果是负六 看看这四题对不对 如果同学做到掌握的话 就可以做多些练习 然后就去第三个部分 就是加减乘除混合计算 我们今集的内容就先说到这里 下一集我就会再跟大家看 四则混算的计法 我们先说到这里 拜拜